花林市公所举办113年度民房团及个理分团基本训练 邀请到了花林县政府民政处、消防局、卫生局等讲师 分别带来民房相关法令、灾害应变以及医疗保健等等的课程 期盼透过专业讲师的指导能够让民房团员具有相关的知识 进而能够提升邪情的运作效能 同时在救人之际也能够保护自身安全以及权益 花林市公所举办113年度民房团及个理分团基本训练 邀请到县府民政处、消防局、卫生局等单位讲师 带来了相关的法令、灾害应变还有医疗保健课程 今天我们市公所办理就是个理的民房分团的团长跟干事的训练 其实这是依照民房法里面的相关规定 我们每年民房团必须要办这个8小时的基本训练 所以其实平常里长也好或是我们的理干师在里内 他们其实都要注意到这些里内一些相关事物 能够对里内万一发生像我们刚刚第一节课的教官讲的 我在的时候大家能够协助里民 可以做一些防护等等的 也向里民宣导一些民房的知识 让一些灾害能够降到最低 因为其实像我们今年地震也好或是台风 其实法令市都受到很大的损害 所以在第一线的里长也好或是我们的理干师 其实就是要协助里民能够去排除这些危难 然后平常的训练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大家如果知道这些知识的话 就可以把防患以为然 市公所主任秘书欧米华表示 华联市公所每年定期举办民房团队训练讲习课程 希望透过专业知识讲授 增加民房团员协助就业的量能 而当发生灾害意外时 可以迅速确实引导民众免于灾害 或者是第一时间要充分发挥民间自卫 自救及互助的功能 介络会幻视报导 感谢您的频道